近日在云南普尔宁尔县境内 工作人员意外拍到一个野生亚洲象群躺地午睡的画面 新生的小象酣睡在大象之间 场面十分温馨 当天下午三点多 在一片密林的缓坡处 七头亚洲象先是进入林中觅食 不一会儿三头成年象便带着两头小象躺在地上休息 另外两头则站立在象群旁边 这一幕正好被监测员用无人机记录了下来 当时这五头大象平躺在地上 卷缩着身体 在那里睡得正香 其中有一头小象睡在了大象的中间 时不时地用那个脚蹬一蹬两头大象 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可爱 另外两头成年象边吃草边放哨 据统计 今年以来当地共有四次野生亚洲象群到访记录 累计达27头次